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中国军队战斗了17到20个小时 印度边防部队首次将数对峙细节 看完我当场裂开啊 由于文章很长 下面就有up主精简提炼一下 印度口中的那晚的细节 绝对忠实还原 保证纯天然无添加 下了麻烦给伯三年哈 首先当然是一群正义的印度人正常形容 突然天边咻 飞来了一块石头 此时印度领队大喊 家屍们别慌 我们在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 演习经验没有派上用场了 士兵 领队牛逼 然后拿出了盾牌有效的互助了自己 其实就是头 领队大喊 将士们给解放金 来一波猛烈的回应 士兵 领队牛逼 然后捡起了地上的石头砸了回去 领队大喊 牛逼 我们控制住了局面 就这样 互相争了17到18个小时 最后英勇的印度士兵 在仅死亡了20人的情况下 击退了敌方 成功的返回到了后方 第一次见到宝贝打得爆头熟串 说的这么清新特殊的 朋友们来 把清新多殊打在公屏上 对此印度网友的评论是这样的 啊让欧民世界接管中国 在印度的统治下 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这位老哥 我建议你出门上医院精神科鉴定一下 指定是有点毛病 第一次中国老机器产品 在经济上 收紧中国人脖子上的锁套 很快他们就会死的 兄弟 醒醒 你看你就是没有关注时事 此次建议你看看我的这期视频 中国制造业以近10点来 最快的速度猛增 与此同时 中国一定已经意识到了 如果再进行意识 面对面的战斗 他们的处境将会怎样 会怎样呢 但母友知道了吗 整个国家都得感谢 印度编皇军队 给中国上一课很重要 啊不是 怎么天天就想着给我们上一课呢 上的这个课是叫 逃跑虽然可耻但有用吗 最后是美系的保留环节 明白人时间 经营和敌制伤害了印度人民 媒体直开说中国在抱怨 但这个拥有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 并没有抱怨 亲爱的首相和国防部 并不接受这一点 总理甚至公开谴责这一说法 并说没有人入侵印度领土 国防部也从网站删除了这一消息 加爱国主义和群带关系资本主义 正在摧毁这个国家 啊为什么印度军队总被敌人杀死 深入思考一下 我们的军队有问题 为什么我军干不死中国军队呢 不要说一些对方也有伤完的场面话 来保全我们的面子 不要隐藏弱点 印度军队有弱点 正如我们看到的 过去我们的军队总被一个小国杀死或者击败 看到这个踩的数量 我就安心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可以的话请给我个三年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关注了解更多的话新鲜事 点关注不迷路 拜了个白 拜拜